30岁之前实现财富自由 提前过上悠悠的养老生活 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梦想 来 举个手我看看 女主名叫升纲孙子 今年30岁 虽然是一名工作能力十分出众的老舍处 但她对这个世界失望透顶 等到攒够前 就立刻辞职回家 打开半年前登陆的游戏 官方已经宣布停运 孙子只好上网下载的另外一款刚上线的游戏 并创进了一个叫林德帅的角色 刚进入游戏的他 满回期待的来到新手副本 没想到开局就被boss秒了 孙子不信邪继续二刷 结果又是一手凉凉 反复死亡恩赐后 她眼前出现了个可爱的法师妹子 妹子叫做莉莉 是个老玩家 虽然这款游戏对新手而言 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 但她觉得只要坚持下去 一定会在这里找到乐趣 面对可爱妹子的邀请 孙子怎么可能拒绝呢 就这样两人成功组队 一起下副本杀怪练击 很快孙子就升到了八级 再次与副本boss相见 但这次他不暂时孤单一人 就算血条红剑底 又有莉莉帮忙回血 孙子成功抱到一把新装备 开箱子除了金币奖励 还拿到了一对手镯 跟莉莉算是情侣款 孙子当即表示要一直带着 就算有更好的也绝对不坏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 孙子也成功升到了八十级 眼看就要过圣诞节 她决定给莉莉一个惊喜 于是这天上线后 她也有失为借口 拒绝了莉莉的组队邀请 之后第二天 第三天 孙子都没有再和她组队 莉莉也因此闷闷不乐 工会里的经理玩家心美见状 过来询问她发生了什么 这才得知两人接近的问题 于是找到会长 神户 拜托她从中调解矛盾 第二天 神户邀请孙子 单独去外面做任务 她表示 虽然工会不让成员谈恋爱 但她还是希望 女主能和莉莉继续当游戏玩伴 因为莉莉总因为外表 受到一些麻烦家伙的骚扰 只有和女主在一起玩的时候 才能得到真正的放松 孙子表示自己都懂 不过有一点她想差了 她只是感谢莉莉的照顾 并没有产生恋爱的想法 这些天书眼对方 只是想凭借自己的力量 爆出特别道具 水迹玫瑰 送给对方当作圣诞礼物 神户直接无语 你们游戏宅表达感谢 都是这么肉麻的吗 与此同时另一边 莉莉坐在树上黯然神伤 见到孙子浑身是伤的出现 联盟用法术帮忙治疗 接着又问孙子 是不是妨碍到了她 才会这样疏运自己 女主顿时慌张起来 可又不知道怎么安慰 于是选择跳个话题 请问你圣诞节有空吗 我有东西想送给你 莉莉虽然有点惊讶 但还是表示 会尽早上线找她 展演到了平安夜 发现冰箱里没有吃的后 孙子来到便利店买东西 放眼望去 全都是甜蜜蜜的情侣 为了不被狗粮噎死 她决定买完就走 却被一旁的炸鸡 吸引了注意力 男人吓了一跳 连忙把炸鸡让给她 之后回到家上线 莉莉送给孙子一瓶装备染色剂 孙子则送给了她一个玫瑰胸针 表示本想送水击玫瑰的 但可惜没有爆出来 莉莉却说这样就很好 孙子再次感慨 这个妹子真可爱 全然不知这位女网友 在现实生活中是男的 这一天 孙子又去了便利店 出来的时候 却把东西忘了 店员绿毛赶紧追出来 把东西还给了她 知道带字里有游戏点卡 刚想问问她 是不是在玩同一款游戏 就被店长喊走 只能和女主告别 回到家的孙子再次上线 与公会的猫娘一起下副本 因为工作关系 公会成员大部分都是晚上少鲜 只有孙子是全天在线 于是猫娘对她的年龄 有了一个新猜测 她觉得只有大学生 才会这么闲 完全没往家里蹲的方向猜 而孙子也不想暴露 只要谎称自己是大学生 今年刚好准备找工作 直到后来孙子才知道 神户跟猫娘 在拿她的年龄打赌 熟了的人 要给赢的人一百万 这可真是不地道的行为呀 可以替孙子命不平 但也表示神户不是坏人 当时前公会会长 要去海外复任 本打算解散公会来着 没想到神户接手了过去 想来是为了那些 还在线上的成员 仍然一聊就是一宿 等孙子低头去看时间 已经是凌晨五点多 立立大惊 这个时候再去睡觉 很可能第二天起不来 于是索性白兰直接通宵 孙子当即表示 会一直陪着她 没想到睡起来 竟然感冒发烧 她只好穿好衣服去买药 与此同时 激发男人从拐角冲出 孙子梦到了上一款游戏中 一起快乐玩耍的小伙伴 还没高兴一秒 梦境再次变化 只见大批社畜出现在她的眼前 跳入那万劫不复的黑心企业 孙子瞬间进行过来 询问男人这是什么情况 男人非常不好意思的解释 要不是她那一手机 孙子也不至于来医院 虽然检查之后没有问题 但还是留下了电话号码 表示如果有后遗症 就尽管联系她 她一定会负责到底 得知男人叫做阴景优太 孙子也做了自我介绍 目送她离开 优太总结到 孙子的名字有点耳熟 拿出手头的文件一看 才知道她是自己的前辈 回到游戏中 孙子不知道怎样和优太道谢 于是向伙伴们征寻意见 没想到颠倒性别讲述后 竟被当做了恋爱话题 与其他人的泡妹建议不同 神火表示 发个短信道谢就行 孙子觉得这个主意可 于是立刻发了短信过去 对面接到也是瞬间描绘 顺便邀请她吃个饭表达歉意 这下孙子慌了 毕竟优太是个大帅哥 一起吃饭 她怕闪下了眼 再看看自己那粗糙的样子 果然还是不行啊 重新登陆游戏 命运见到孙子闷闷不乐 当即温柔的话爱慰她 还告诉孙子可以尽情依靠她 女主感觉被治愈了 终于鼓起勇气回复了优太 结果一看时间 已经凌晨两点 果然还是狗杂了呀 第二天睡醒 优太看到拒绝的短信 心情不明有些失落 中午和好友严谨吃饭时 他询问其孙子的事 严谨回想了下 当即亲戚的成女主为小孙孙 原来当时因为工作的关系 他和对方打了通电话 又因为太过射牛 直接给人取了这个外号 说着 严谨翻找出孙子的照片 犹太忍不住脸红 果然是那天遇到的人 另一边游戏中 看到孙子重新打起精神 小伙伴们不由的替她高兴 这时 鸽子送来一个礼盒 原来是粒粒赠送的装备 看样子价格很贵 孙子不禁为难起来 一来不知道该不敢收下 二来就算这么收下 以粒粒的富有程度 根本什么都不缺 他也找不到合适的礼物回赠 这时 小伙伴跟孙子提了自己的精力 当时刚入游戏的时候 他和同工会的妮可组队 对方送了把很名贵的武器 尽管妮可说 只是线性投资 但小伙伴还是收下了 从那之后 每当有人帮助他 他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回礼 小伙伴让孙子不要想太多 只要知道粒粒对他比有用心就好 孙子心里有点慌 赶紧起身开瓶皮就冷静下 没想到反而更紧张了 两分钟后 他登陆游戏 来到老地方找粒粒 并把礼物还给了对方 粒粒以为自己送的礼物 不符合他的心意 一时间有些难过 结果就听孙子问 你送我礼物是不是别有用心 粒粒头顶挤出三个问号 联盟表示没有那回事 但见孙子露出遗憾的表情 他又说确实有点私心 当初刚创建账号的时候 正值辅助角色 说欢迎时期 无论是组野队 还是加入工会 他都是向波波 可后来工会的一个妹子 突然来警告他 让他不要勾引队长 虽然知道这是个误会 可粒粒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之后这样的麻烦又发生好几次 但他依然不想放弃游戏 因为之前遇到过和好的人 虽然已经没办法再见 但还是很期待遇到那样的队友 于是粒粒转入了现在的工会 在会长的帮助下 他成功躲掉了那些麻烦 之后又遇到了三子 让他在游戏中感到了幸福 孙子被粒粒猛倒 小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这还说啥 当然要答应啊 他立刻换上同款情侣装 和粒粒结尾的游戏夫妇 这天游戏推出牛带活动 讲迟里的道具非常吸引人 再加上充值反刺力度很大 孙子当即决定客气一把 于是来到便利店购买点卡 没想到正好赶上系统维护 再看看时间 只差五分钟 就可以购买点卡 孙子决定在旁边等会儿 虽然他一个社恐不会聊天 但好在绿毛是个气氛好手 跑出自己也在玩这款游戏的话题 瞬间融化了这尴尬又僵硬的气氛 正当孙子想和他聊到这次抽奖 旁边突然来了个美艳的大叔 为了不妨碍绿毛工作 孙子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 却在临出门时被叫住 孙子感到很开心 这还是他第一次和现实中的人 要游戏里的事情 回到家登陆上线 神会也对这次活动充满期待 正说着猫儿娘穿着最新时装 从旁边走过来 好家伙 这次喝了多少 然而猫儿娘却表示没花多少 因为她是欧皇 表发下去就出金了 大家表示这种flag 可不敢在抽奖之前里 因为根据学学定律 越想抽什么 就越可能抽不到什么 听说大家要去抽纽带 Livi也跑过来凑热闹 很快一行人来到游戏奖区 孙子拾留纽带下去 只抽了最低等的回血药剂 果然飞去了人生 没有最飞 只有更飞 好在有莉莉安慰 她才能重振起来 之后继续课金 连续两个失联下去 她终于拾来运转 抽到了两个头奖 只要卖出去一个就能回血 与此同时 Livi也凑极了一套 虽然她不是欧皇 也不信玄学 但课金的力量 可以让她为所欲为 脱离游戏回到现实 犹太最近很是烦恼 不知道该怎么约孙子出来 只能天天盯着手机 等待对方给自己发短信 又或者去便利店制造偶遇 但可惜 始终没碰到孙子 而她也因为这种种行为 被严谨吐槽 像个变态跟踪狂 为了解决好朋友的烦恼 严谨下班后来到便利店 左右寻找一番没找到目标 正准备离开 突然就碰上了 不过她并没有认出孙子 只当对方是个身材火辣的妹子 于是跑上前搭讪 聊到一半才发现她是孙子 严谨超级开心 当即发动射流技能 邀请她周末一起去喝酒 孙子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 就这样迷迷糊糊呆下来 甚至还把电话和邮箱给了她 第二天 严谨拿着手机 当犹太的面前炫耀 搞得对方心情老抑郁了 连上游戏都闷闷不乐的 这时 孙子来找她聊人生烦恼 说到最近现实发生的事 犹太越听越觉得熟悉 但凡把性别扭转一下 可不就是她和孙子的事 虽然在网游里 玩家和角色性别不一样 是件稀松平常的事 但是不会真就这么巧吧 犹太仔细思考后 说服了自己 认为这真的只是个巧合 与此同时 孙子陷入了苦恼 已经宅在家这么多日 她完全忘记了怎么带人接吾 至于打扮什么的 更是不可能 随便买了点东西 准备离开 绿毛突然拉着她聊天 介绍自己叫藤本和宴 得知他们是同服务器的玩家 藤本仿佛找到了 失散多年的家人 兴奋地把自己的角色名 告诉孙子 没想到孙子听后脸色大变 因为对方不是别人 正是他们的会长神户 这可真是巧合得了老老家呀 对于之前在年龄上撒谎的事 孙子向神户表达了歉意 但对方却表示理解 毕竟每个人玩游戏的小法不同 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就好 不过她也提醒了孙子 既然不想让游戏玩家知道 她现实生活中的事 那最好谁也不要提起 哪怕对象是莉莉 但孙子觉得反正九会的事 之前已经和莉莉提起过 再多说一点也无妨 于是跑去询问对方 九会应该穿什么衣服合适 优太本就怀疑灵就是孙子 也听她这么问 联邦询问九会是在什么时候 得知是明天 她的心情变得复杂 因为严谨出差后天才会回来 既然九会在明天 那就说明她不是孙子 于是贴心的给予穿搭建议 没想到孙子竟然追问 换成女生应该怎么穿 而且这句话还刚好被神户听见 为了不让孙子暴露身份 神户撕了莉莉 让她站在男性的角度 说说喜欢的女性穿搭 结果受到发型的问题时 两人产生了意见分歧 一个中情半发 一个中情长发 孙子一时间难以抉择 跑去理发店询问店员的意见后 急进打理成一个中长发 之后又去买了衣服化妆品 好好打扮了一番 这才出发来到约定地点 现在已经是晚上 犹太登陆游戏 和神户几人组队进入地下城 但她始终都心不在焉的 总担心临时孙子会被严谨放鸽子 最后她实在放心不下 干脆退出游戏来到约定地点寻找 一开始被找到人还松了口气 没想到孙子就站在她的背后 回头的瞬间 犹太被惊咽到了 眼看对方就要转身离开 她连忙将孙子喊住 这时严谨打电话过来 告诉她自己在大阪出差 明天才回来 直到这时孙子才意识到 原来是她在家宅太久 模糊了日期观念 得知犹太也在一旁 严谨让孙子把电话递给她 然后当众调侃了一番 还遗憾地表示 没能和打扮可爱的孙子约会 两人纷纷脸红 但又拿她没办法 挂了电话 想着来都来了 不如一起去喝一杯 于是两人又改道去了居酒屋 被孙子问起 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犹太慌张了一瞬 但又不想告诉孙子 丽丽是她 于是只好恍成下班路过 两人一边聊一边喝 因为太开心 不小心摊了几杯 孙子有点醉意上头 犹太立刻跑去给她买了水 并邀请她散步回家 犹太的体贴和温柔 让紧张的孙子逐渐放松下来 如果当时她工作的时候 身边有严谨这样的前辈 或者像优太这样的同事 说不定真的会坚持下去 查知道话题有点沉重 优太连忙插开话题 说严谨虽然非常喜欢捉弄人 但确实是个认真负责的前辈 不过这些话要对她保密 不然那个家伙肯定会得意忘形 孙子被她夸张形容动向 原本和严谨约好去喝酒 她有点忐忑不安 现在却只剩下了期待 优太健壮心情有点复杂 但为了不打扰的两人 她还是决定不去参加酒会 第二天 严谨和孙子碰面后 来到一家亲八个酒聊天 严谨告诉孙子 优太昨天出现在那里 并不是巧合 而是因为想见她所以才去的 孙子完全不相信 她一个笨三大老阿姨 喝的喝能让帅哥惦记呢 可严谨却说孙子非常有魅力 甚至连她自己都心动了 等人聊得火热 却自自不理优太 期间严谨还透露出了不少消息 比如优太是个游戏高手 最擅长的就是刷破记录 然而这位高手今天全程不在线 连带着队伍都说得很惨 队友看出莉莉有心事 纷纷表示愿意帮她开启烦恼 这犹豫着说不说的时候 严谨突然发来一张孙子的誓言照片 他立刻下线去找严谨 逃得满头大汗 开口第一句话 却是问孙子在哪里 严谨表示之前是开玩笑 人已经平安送回家 他看出优太对孙子有意思 但见对方不愿意承认 只好挑个话题 把办手里给他 与此同时 孙子回到家 不仅感慨这两天的桃花运 简直把这辈子桃花运花完了 卸完妆做到电脑前 孙子突然感到一阵安心 果然游戏才是他的天才 这不仅让优太有点慌 当初玩游戏的时候 他只觉得对方作为新手 看起来懵懵懂懂得很可爱 这才多照顾了些 但没想到会越陷越深 晚上 优太登陆上号 向大家展示了各种科技时装 其中男性角色也可以扎头发 不过仅限于长头发发型 等到两人夺处的时候 获出优太所料 孙子又说起现实中的事 比如迷迷糊糊记错时间 在车站白等了一个小时 但多亏了优太的出现 才让他平复下心情 去和严谨约会 孙子不断说着夸奖优太的话 还说他和莉莉一样体贴又完美 优太心跳不已 别也红得不行 转眼到了周末 严谨下载了同款游戏 准备让优太代飞自己 但听说对方要加班 他果断改变计划去找孙子 虽然现实小伙伴的加入 上孙子小喜了欠喜了下 但他一点都不想让对方 知道自己玩的是人妖号 赶紧和会长打招呼下线 孙子重新创建了个女号 外貌和上一部游戏角色 十分相似 恰好严谨的新手任务做完 两人约在新手村广场见面 总之 孙子算是大开眼界 这已经不是人妖号 而是妖人了吧 另一边 神户和妮可 也注意到了他们两个新手 主动上前大话 摇起他们一起玩 还告诉严谨 怎么使用队伍频道 孙子想着既然要组队的话 一直瞒着身份不太好 于是把这只小号队诗 告诉了神户 与此同时 优太下班回到家 打开手机看到了严谨的短信 见孙子和他关系越来越好 心里不美有点发酸 直到看到后面那张照片 优太才打起精神 因为这个蓝色头发的角色 和他上一款游戏里的老婆很像 尽管知道不可能那么巧 优太还是无法放下心 明明之前已经打定主意 和孙子不再有过多的牵扯 就这样只做网游中的知己 可他还是忍不住靠近 于是按照上部游戏的建模 创进了一个相似的角色 这让他忍不住回忆起来 那年夏天养父母过世 作为养子的他 继承了全部遗产 但精神上的打击 却让他一掘不振 于是从大宅里搬了出来 到外面的公寓一个人住 为了寻求内心上的安妮 填补亲人过世的空洞 优太开始沉迷网游 并创建了一个少年角色 在网游里 他不会感到寂寞 也不用费心搞社交 这让优太感到惬意又舒适 后来他认识了个新人 叫做小雪 对方是上班族 只有周末才上线 一段时间相处下来 他不可避免的被对方 纯粹而又积极的态度吸引了 尽管小雪表示很想辞掉工作 但为了后辈 还是会努力做下去 优太因此被鼓励到 决定振作起来 可那天之后 小雪再也没上线过 回忆结束 优太忍不住自嘲 或许这只是个偶然而已 但他还是抱着一丝希望 使用了上部游戏中的角色名 可信用的是英文全拼 孙子完全没有读懂 也就没认出来他的身份 优太的心情特别失落 安慰自己这才是正常的 不可能有那么巧的事 直到单独做任务的时候 孙子向他搭话 询问名字怎么读 听到哈斯这个名字 孙子瞬间愣住了 这不就是上部游戏的老亲人吗 他头顶疯狂冒烟 还没想好怎么告诉优太 小雪就是他的时候 对方以线一步下线 孙子觉得不能就这么放弃 当即给优太打去一通电话 孙子告诉优太 因为上部游戏的时候 和他搭档很开心 才会一直坚持玩网游 现在又能一起玩游戏 他由中的感到高兴和满足 优太正因为这番话激动不已 就听孙子又询问说 发现小雪是他会不会很失望 明明游戏里那么开朗 现实中却是个家里盾 优太对此表示并没有 因为他知道孙子是个很努力的人 而且真正说谎的是他才对 可惜手机没电得很突然 孙子并没有听到这句话 还觉得优太很温柔 当即发指的一封感谢短信 为了能再见孙子一面 优太第二天跑去便利店偶遇 没想到还真遇到了他 但孙子却不想见他 因为这个时候的自己 简直邋遢的上人眉眼看 突然肚子咕噜叫了起来 孙子感到一阵羞耻 优太却毫不在意 不仅把外套借给他穿 还把面包送给了他吃 聊起游戏上的事 孙子觉得优太很像莉莉 两人都是一样的温柔体贴 说着他还想下次组个局 大家一起下副本作任务 优太突然打断孙子 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他和莉莉是一个人 简直单单一句话 直接把孙子CPU干烧 好不容易反应过来 又问优太什么时候知道 游戏里的临时塌倒 优太表示 一开始只是怀疑 直到在车站前见到他 才真正确定下来 所以才会当中喊住他 孙子觉得优太是个很勇敢的人 至少换成他的话 是没有胆子当中喊住网友 来一场毫无准备的面积倒 优太见孙子沉默 以为是讨厌而说谎的自己 当即表示会退友离开 不会让他有意思一毫的为难 孙子大惊 连忙摆手解释 他不仅没有感觉尴尬 还非常感谢优太的照顾 当然更重要的是 他想和优太成为要好的网友 以后能一直搭到的那种 把孙子送到公寓附近 优太还想把人送到家门口 可无奈对方太过善解人意 连发挥的机会都不给他 回去路上 优太忍不住叹气 见鬼的男网友 他只想当男朋友好吗 那天之后 优太一个星期没有上线 孙子又担心又失落 人下副本的时候都心不在焉 小伙伴发现他的异常 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见他沉默也不好追问什么 但就算用脚趾投降 他也能猜到是和莉莉有关 与此同时另一边 优太喝得了零点大嘴 和严谨说自己被拒绝了 严谨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 立刻以自己的名义 给孙子发了条短信 约他明天出来一趟 然后又给宿醉的优太留了份信 让他醒来就去公园 很快在严谨的撮合下 优太再次和孙子见了面 和对面的严谨 笑着看两人 转身离开 深藏公寓名 却不知道优太现在有多尴尬 毕竟自从被拒绝了那晚后 他却再也没上过好 孙子也一样坐立不安 总织的这身打扮太过邋遢 这时他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 意外缓和了这僵硬的气氛 来人来到经常去的便利店 电场接到淑客主动过来打招呼 还问优太 这是不是他女朋友 孙子内心不由的自卑起来 仅是说不是后 跑出便利店 优太紧追在他时候离开 这时 腾紧过来打工 从店长口中听说两人的事 总感觉错过了什么重要情报 优太刚追上孙子 就听他在那里自我贬低 说这样邋遢的自己 根本不会站在他的身边 这时突然下起了雨 优太把大衣披到孙子头上 见附近没有避雨的地方 于是邀请他去家里坐坐 顺便吃顿便饭 一个邀请的痛快 一个答应的火速 等到进入房间 才意识到气氛微妙 孙子躲进卫生间洗澡 优太去帮他找了件衣服 但凡现在的气氛再好点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优太站在厨房里发呆 想到刚才孙子哭泣的样子 就很想给他擦眼泪 多大开心 与此同时 孙子洗完澡出来 询问是衣服怎么处理 喜欢的妹子 贴身穿自己的衣服 这谁顶得住 优太好半天才回过神 人忙表示放急烘干机就行 孙子立刻跑回卫生间 把湿衣服丢进去 生怕晚上一秒 只会被优太看到内衣 但给孙子送热饮食 优太不经意一瞥 发现衣服下是真空 顿时整张脸都红了 再看看孙子身上的衣服 优太激动的握拳 这可真的是太考验男人了 不过为了能多看两眼 他决定就这样坐在地上 这时 孙子注意到一旁的电脑 想着利益的账号就在上面 不禁语无伦次的激动起来 做到电脑前 优太下意识握手标 与孙子手臂相碰的瞬间 两人心头小路乱壮 凑近说话的时候 优太的下巴又不小心 碰到了孙子的头发 两人火速分开 脸红的不行 他们刚想说点什么 孙子的肚子又叫了起来 直接打破了暧昧的氛围 优太决定去做午饭 孙子连忙跟进厨房帮忙 明明还没有开始谈恋爱 却莫名进入老夫老妻的模式 你们两个也是没谁了 吃完这一顿美味午餐后 孙子抢过洗碗的工作 并向优太道歉 被误会我这样的人生女朋友 对你来说肯定是侮辱吧 可惜优太一天都没觉到 甚至还有点开心 不过为了不把人吓到 优太只能温柔地安慰他 让他对自己再多点信心 优太顿时不知所措 拽着衣袖去给他擦眼泪 其实自从辞职 当家里顿后 孙子经常感觉到 不安 虽然游戏很好玩 网友很有趣 但内心中的空洞越来越大 总觉得自己与世界各个不入 而优太的这番话 让他感觉到了久违的安心 等到外面雨停 孙子告辞离开 优太站在原地犹豫乱下 还是冲出门跟了上去 把孙子送到家门口 他决定说出自己的心意 再一次被打断 优太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 瞬间碰了个大洞 最后只能委婉地告诉孙子 希望无论是游戏还是现实 都能和他度过愉快的每一天 从那之后 一切都恢复如初 小伙伴们也由衷感到高兴 只有神户一头雾水 总觉得错过了什么 这天 孙子在车站前 等优太下班 没想到竟然会撞上眼睛 他是特意来为官僚人约会的 不过不是来当电灯泡 而是来打助攻的 没了多余的家伙 优太和孙子决定先去看电影 路上孙子忍不住思考起来 就算优太可以接受这样的他 那他一点都不改变 真的好吗 孙子决定做出改变 即便不是为了优太 而是为了他自己 浅哥熟动的脸红 还真是成奇的成年人啊 这天 孙子电动的主板坏了 得知消息的优太 立刻表示要陪他一起去买组件 等人约好第二天十点见面 等买完 就来孙子这边组装 挂了电话 孙子刚松一口气 突然意识到房间见不得人 赶紧爬起来收拾垃圾 整理完卧室 他又来到浴室 想着用不上 就不准备打扫 下一秒却疯狂擦袭起来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 再看看面前 如软的大床 他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无论怎么收拾 都觉得不对劲 最后还是恢复了初始状态 抬头看看表 马上就要到十点 孙子立刻换衣 小跑来到约定地点 很快 两人买了电脑配件回来 这是优太第一次进入孙子房间 只能强迫自己不要乱看 专注在组装电脑的工作上 孙子觉得这样的优太很帅气 一时间看入了迷 连茶倒出来的都不知道 优太见状打算起身帮忙 没想到脚下一板 反手把孙子弄在床上 来人的大脑瞬间当机 真不知所措的时候 三颗飞只都打断了暧昧气氛 优太直呼好险 差点就犯错了 章也到了傍晚 电脑终于组装完成 孙子想和优太一起玩 但又不想让他立刻回去 对此优太早有准备 反手掏出笔记本电脑 就这样留在了孙子家里 两人各自登陆彼此的账号 组队下副本获得了温泉奖励 看着游戏角色泡在水里 优太表示也想去泡温泉 孙子点头附和了一声 后知后觉说了什么 男人瞬间脸红 优太想解释自己没有居心不良 怎料越抹越黑 优太又搬出工具人严谨 说下次三个人一起去泡温泉 好家伙 二人世界放着不过 非要变成三人形 你们成年人真会玩 当天晚上 孙子做了个梦 望见自己穿进游戏称了勇者 需要去拯救被魔王掳索的公主 而这个公主正是犹太 把她掳索的大魔王 则是严谨 孙子来到魔王城 没想到连只老鼠打不过 千军一犯之气 丁和莉莉出现 救下了她 得知孙子就是勇者莫莉 两人表示会一起帮她拯救世界 作为客亲大佬的莉莉 更是直接把人带去店里 采购最高端的装备 没想到藤井也穿了进来 还在自己角色的手下打工 只能说真的很惨 恰好店里出了新的扭蛋机 其中打倒魔王的必备套装 比基尼铠甲 只有抽中头奖才能得到 失联结束 没有抽中的孙子 表示实在是太好了 换上新装备和莉莉等人出发 来到魔王城一路过关斩将 终于抵达了boss房间 严谨让孙子换上比基尼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打倒她 可孙子才不想传给她看 眼看场面陷入僵局 优太站了出来 打倒魔王后 发现比基尼脱不掉的优太 直接被吓醒了过来 看来以后真的要防尘迷了 网络胜利组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虽然这部番男女主互动很甜 但阿妙还是要提醒大家 网络一线迁 网恋需谨慎 毕竟男女主的爱情是巧合 现实中的网恋大多是诈骗 喜欢吃iPhone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